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到蔣麗雲會客室了 今天都是新精頭 所以在這裡先祝大家思思如意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小朋友一定要聽教聽話 今天新精頭我要訪問一位嘉賓 我想來想去 訪問政治的又不好 太嚴肅的議題談又不是很適合 都是說一些溫馨的東西 我想了之後 我決定請一位嘉賓 為什麼我請這位嘉賓呢 因為我很多時候下區 朋友都問我 喂 怎樣啊 你妹妹怎樣啊 近期如何啊 蔣麗萍會不會出來唱歌啊 對啦 所以我這次請來的嘉賓就是 蔣麗萍小姐 Hello 蔣麗萍你好 你好 你妹妹姐好 蔣麗萍早年曾經參加過歌唱比賽 而進身過一段時間娛樂界 當時甚至有人說她 是說 哇 明日之星啊 這個很有潛逃啊 的一位秘人 她又拍過戲又唱歌 又開演唱會 但突然間在八幾年 八百年 八百年急流勇退 很多人說很可惜 為什麼你會突然間肯去結婚 而不繼續發展你的事業呢 其實說回頭 我入娛樂圈 其實我這個阿姐呢 Aan影響我很大 因為其實她很喜歡唱歌 反而我是跟著她唱一下唱一下的 我當初去參加歌唱比賽 都是她鼓勵我的 因為我姐姐經常說 不是 你說 當初是她去參加比賽 然後回來問我去不去 我說 喂 你參加了比賽 我又去比賽 萬一冠軍阿軍我們拿了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答應回來 要幫爸爸做事的 在創業做事的 但是當然 我也知道妹妹 她也很有興趣 我覺得她潛得好 所以我就讓了 妹妹去參加比賽 其實姐姐謙而已 其實當年我們都在爸爸公司做事的 都想完成歌唱夢 所以自己和爸爸定下五年目標 當時剛剛開始參加歌唱比賽 每樣都很順利 無論唱歌 拍戲 各方面 其實去到八七年 八七年左右 因為我很多五年的合同 無論唱片合約 電視台合約 都在八七年八八年 要停的了 要不再簽 即到期 到期了 要再簽 我當時最重要的是 我的丈夫 我今天的丈夫 當時男朋友 她就追了我五年 還是那時沒有人跟你簽 不是啊 真的跟我簽 我當時都算是 除了一線 好像是印尼 梅艷芳 我跟麥杰文 鄺美雲 我們是二線的 一定要慢慢上 所以當時對我 都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但是想回 哇 追了我五年了 男朋友 其實對女性來說 最重要的是 希望建立家庭 有歸宿 還有呢 之前也答應爸爸 我做五年 給我五年 完了我的歌手夢 我覺得五年時間 雖然未去到頂尖 但是呢 以人生歷程 在這個圈子裏面 可以有這樣的成就 我覺得應該滿足 也算是經歷過 經歷過 所以當時就 退出結婚 我們知道 即是你自從 嫁了人 適應了之後 你一直都沒有出來 都上副教旨 但是你最近 很厲害 他錄完一隻 絲歌碟 又一隻 Squid 是甚麼原因 驅使你 再唱一些 絲歌給大家聽呢 源於大概十年前 我就 因為孩子開始成長 那時候他們進入十三歲 十四歲 青年期 很反叛 突然間覺得自己 不懂得當媽媽 小時候 你知道幾個兒子 很互配 抱著 搓圓禁邊 很好玩 到十三四歲 碰一下 都不行 有種失落感 好像 為甚麼突然間 那麼疏離 那種母子的親情 那時候 不知道為甚麼 身邊有些基督徒的朋友 介紹我 就說 你帶你的小朋友去教會 他們比較乖 聽牧姐說的道理 小孩子比較孝順 我發覺 你越是欲緊 越想去 跟他親愛 他就越害怕 越退後 特別你那些是兒子 是吧 兒子開始大 那時候 未必和媽媽那麼多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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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想起自己小時候 都是在教會學校讀書 看到很多牧姐 修女 或者同學 真的覺得是乖 一點的 那我想一下 都試一下 帶小朋友去教會 那我真的可以說 在他成長 由十三四歲開始 到他去大學 那幾年真的很重要 我亦都很感恩 因為他真的聽了很多的真理 在基督的道 聖經的道 我看到我每一個孩子 在這個很重要的成長過程 給了他一些很正確的價值觀 那我覺得 神真的在我家 是給了很大的祝福 其實能夠唱到歌 都是一個祝福來的 那我覺得 可以再用我的歌聲 唱一些詩歌 希望祝福到很多人 也都讚美我的神 而我們知道 麗平仁寺 就是做了一個非常慈善的教徒 他還開始進來地 那你還一年去很多次 為什麼你會這麼辛苦 都肯進來地去農村 山區 去幫助那些小朋友 其實大概兩年前開始 我的小朋友 陸續在外國讀書 那時間是多了 因為我去到世界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會邀請我 分享一下我的信仰 但是我經常覺得 我應該都去 了解我自己中國更多 或者甚至服侍我自己的 中國的地方 那大概兩年前開始 就有些人邀請我 在中國不同的地方 去分享生命一些價值觀 一些看法 那開始就踏入去 在2013年的暑假 一般時候未必是7月或者8月去 那段時間我是8月初去的 我在一間教會 剛剛那天在教會服侍 看到有過百個孩子在教會 我就很奇怪 我就問那些牧師 我說這麼多小朋友哪裡來的 他就跟我說是留守兒童 嗯 是我第一次聽到留守兒童 這個名詞 那我問他 什麼叫留守兒童 他說原來就是 很多鄉下的父母 年輕父母 生了小朋友 就交給他們的長輩照 就出了去省城打工 那他告訴他 現在中國很大的問題 發生就是 留守老人 和留守兒童 就是因為中層那些出了去打工 斷層 那些老人家 也都沒有年輕的那些去關顧他 是啊 而小朋友也都沒有了父母去帶領他生命 而留守兒童呢 今年在這個人大的開兩會的期間 那李克強總理呢 都有提及過的 這些農村的留守兒童 都是我們應該要關注的問題 是 因為呢 就是這一批小朋友呢 可能會是很容易產生一些 信心的問題 和自信的問題 甚至會有一些被遺棄感 就是覺得爸爸媽媽 為什麼爸爸媽媽 為什麼經常都不回來 是的 人家的爸爸媽媽為什麼好沒有呢 是的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而蔣麗萍她願意付出一些愛心 關心 其實都是好事 再說一說 我們又回到香港 是 香港最近其實你也看到了 就有一些青年人 好像對社會上都有很多不滿 是啊 佔中化佔中 是啊 但是我們都其實作為長輩 其實我們都應該在這裡出點力做點事 就是怎樣可以幫他們 譬如說在書界一些不開心的事 所以你這裡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或者有什麼可以跟一些時下的青年人說一說呢 其實當我去完農村服侍回到香港 我很印象深刻 就看到一聲九月尾的時候 哇 尖中 玩尖中 還有我以為是我們過往一些的 就是那些很平和的 遊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給我看到很多年青人內心有一股的怒氣 有一種的粉粉不停 嗯 因為我這兩年都跑很多農村了 我真的有很大的反思 就是說 我們香港的教育 究竟 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價值觀 給我們下一代是什麼東西呢 特別因為我自己跑到農村多了 其實他們真的什麼都沒有 小小的東西 他們就很容易滿足 很開心 很感恩 但是相對其實香港是很腐足一個地方 其實我就看到不是物質可以給到的 是一種心靈上的需要 嗯 正正呢 可能我們在香港大都會那些節奏很快 物質的供給是很快 但是心靈它那個成長 在很多生命的價值 反而沒有在這裏落 嗯 我真的看到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人 真的要講緊都是家庭教育 和政府在學校裏面的教育非常重要 那我除了發起了中國留守兒童事工 因為這個我發覺是 真的其實是回應中國政府的呼籲 就是關愛留守兒童 和神感動我要做 那我亦都因爲精忠的問題 我亦都進行多一個事工叫做 一生最美的祝福 嗯 就是一個音樂的一個報道團 嗯 連同我的好朋友 有些現在還在做藝術家 好像吳順坤 我們是好幾個好朋友 我們一起去十八區 做一些生命見證的分享會 希望藉著我們 怎樣找到我們人生的價值 怎樣找到我們生裏面那種平安 和喜樂 即是不是說用金錢 不是用很多東西可以衡量到的 我們希望藉著我們生命 分享給他們 將一個生命的盼望 帶給不同區的市民 亦都有很多學校開始邀請我們了 譬如小學 搞一些家長日 我們會和小學家長 那些年輕的父母去分享 因為他們正要栽培他們的下一代 我們亦都去很多中學去分享 因為年輕人很快就中學 就大學 就出來社會了 在那裏 我希望能夠把一些價值觀 擺入他們心裏面 讓他們看到生命終極價值 不只是說有樓有車 或者有什麼 而是人生有一種理想抱負 這個不是金錢買到的 我希望他們都找到那一件事 得到心靈的滿足 是 真是好了 那這樣就 當然大家 對麗萍近年來的工作 譬如外基金 Love Foundation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他們的Facebook看看 我們今天就很多謝麗萍 出席我們蔣麗雲匯室 接受我的訪問 在新一年 我在這裏或者 你和我們的朋友出現幾句 麗萍 好啊 我在這裏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裏面 身體健康 新年蒙福 最重要是 平安喜樂 在你的心裏面 也希望我們 雖然是一個大都匯道生活 但也有一個平安穩妥的心情 去看看 其實我們人生活著在甚麼 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去尋求去進發 好 那我們一起和大家 恭喜 恭喜 恭喜